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 九幽雀 完整的九幽雀形态 这怎么可能 它竟然在这个层次 还能变化成灵兽形态 它与九幽雀的契合度 到底有多高啊 牧尘不是刚刚进入画天境吗 说好的圣迹之后 神魂之内就会消散的呢 灵光界也没有办法获取新神魄 牧尘是不是作弊了 牧尘怎么做到的 它不会真作弊了吧 牧尘与九幽雀的羁绊 远超你们的想象 牧尘与九幽雀血脉相连 契合度自然是最高的 经过之力 对你们而言 或许只是暂时的力量 但对于牧尘来说 却会伴随着他一生 昌智 不妙 牧尘中了鹤要 стение 这么强的一击 该分出胜负了吧 还敢藐视我吗 我可还没收呢 太慢了 好难受啊 我就不信 我一个半步通天境 还打不赢你一个化天境出气 南鹤 顶红破 去死吧 叫妖 打完了吗 这次该分出胜负了吧 两个人实力还不错嘛 打得这么声势好打 最后还是我赢了 第三个名额是我的了 这 什么 看来第三名 应该是我 我 牧尘赢了 赢了 牧尘 好样的 这 不可能 我的最强一击 怎么可能伤不到你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在死撑 你其实是强度之末 胜我赢了 胜我赢了 这点打击都接受不了 你是真的不行 再回去练练吧 该结束了 至于这么小气吗 哼 我赢了 牧尘 受伤了吗 不必担心 有九月雀相助 我的伤势都复原了 看得好 我果然没看错你 不负学长期待 我们接下来的对手 便是那刑殿三大将了 我们将和三大将如何交手 自然是两人一组 单挑了 根据规则 我们作为挑战方 只要三局都不输 那就是我们赢了 三组对决里 我和沈苍生 能确保跟对手打平 所以关键就是 看你那局了 关键是我那局 你只要不输 那就是我们赢了 那如果我输了呢 你输了 那就是我们输了 狩猎战就此结束 大家空手而归 什么都得不到 对 就是大家这一年的辛苦 全部白费 你也可能会因此 背上全院的骂名 不要怕 背上全院的骂名而已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 就是他 都怪他 就是他 都怪他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就是他 呃 似乎还是挺可怕的 你如果觉得压力太大 现在就可以放弃 毕竟你只是个新手 没必要承担这份压力 对哦 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你还只是个新手 你若是没有把握的话 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然强顶着上场 只会害人害起 哪怕只有我和李玄通二人 真活出去了 未必会输给三大将 放弃不是我的风格 为了变强 我愿承受一切压力 我相信你 第三个位置交给我来吧 不论胜负如何 我都会全力以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